這個是恐龍 張哲學的大恐龍 大家跟著我的鏡頭 一起躺 哇 這是什麼 太下人了 大家好 我是阿民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是10月31號 10月份最後一天 是加拿大的望聖節 望聖節是一個非常有特色的節日 它來源於古代凱特爾人 他們相信這一天 靈魂和鬼魂可以回到人間 所以他們做了好多準備 來驅趕這些鬼魂 最多的話呢 就是南瓜和燈 這是兩種最傳統的東西 他們在門口也是會擺很多 比如人骨頭啊 骷髏啊 還有很多奇形怪狀的東西 以此來驅趕這些鬼魂 這是一個叫Party City的商場 這個商場呢 是專門賣這些Party用的東西 早在一個多月前 他們早就準備了很多各種道具裝飾 來給望聖節用道具的特點 這怎麼恐怖怎麼來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沒有它做不到的 比如這個呢 是個人頭 是個骷髏 上面長了很多蟲 還有一些墓碑 好多人都是把這個插在家門口 為了營造這個旺盛節這個氣氛 南瓜也是一個主要的東西 這是小鬼騎當車 小鬼騎當車 骷髏坐床 飄著床 這個是恐龍 張著嘴的大恐龍 小孩呢也是特別興奮 因為在這一天呢 他們可以到處去誘躺 這裡通常說是trick or treat 就是說你不給牠的話 我就有倒亂 由於視頻市場有限 下一期我會帶大家看一看 這邊的孩子們是怎麼過望聖節的 那就這樣 請大家務必關注 點贊收藏 謝謝大家